网络通讯技术拓宽了人们的眼界 让人们见识到了世界之外的世界 新闻媒体每天都会报道非常多的事情 从政治到经济 不一而足 在所有报道的新闻当中 有关于女性的事情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 对妇女和儿童实施的犯罪 往往让人们觉得非常的痛恨 可这些犯罪却是屡尽不止 不管国家实行多么严苛的法律 针对这些弱势群体的犯罪 却永远都不会消失 在上世纪的时候 曾经发生过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 有一位名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 他在准备自己毕业论文的时候离起失踪 等到警方将他从人贩子手中救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被村子囚禁了整整71天 这是怎样一个故事呢 1988年 上海某名牌大学研究生王莲、华明 正在准备自己的毕业论文 上个世纪的名牌大学生 又是研究生 不出意外的话 他一定能有非常光明的前途 作为一个文科方面的学生 王莲的毕业论文 需要与实际相结合 因此 王莲来到了郑州做社会调查 在来之前 王莲已经对郑州 进行了初步的了解 他不觉得自己会遭遇什么危险 把满心想着做完调查之后 就回上海完成论文 王莲来到郑州的时候已经是晚上 当时的中国还不像这样的方便 为了节省开销 王莲在火车站对面的一个小旅馆当中住了下来 按照他的计划 他应当在第二天前往乡下考察 以获得完成论文所必须的一手资料 作为一个没有什么收入的学生 王莲心里想的 都是如何节省自己身上有限的资金 22岁的他跟一个16岁的小女孩住在了一起 两个人共同分担房费 在王莲眼中 这个16岁的女孩并不构成什么威胁 再加上又住在一起 当然于是聊了起来 此时的王莲 对于这个16岁的小女孩还颇有一丝心疼 他问对方这么小是怎么长出来的 为什么不读书 女孩只是回答他 家里穷没钱给他读书 所以他只能出来打工 这一番话让王莲彻底放下了 对这个小女孩的戒心 同时也对他发出了非常多的同情 王莲的家庭也不富裕 可相比于这个小女孩 他却非常的幸运 可以读名牌大学的研究生 王莲跟这个小女孩同住了好几天 白天的时候 王莲会带着自己的资料 前往乡下考察 晚上就住回这家旅馆来 有一天 王莲从外面考察回来 这个小女孩对他说了一件事情 小女孩告诉王莲 他要去山东倒卖银元 这是一件非常赚钱的事情 一番说辞打动了王莲 王莲并没有想在这一趟上面挣什么钱 只想着赶紧调查完好回去完成毕业论文 可小女孩的一番话却让他动了心 出来能跟着挣一笔钱也是不错的经历 也可以弥补一下自己社会经验不足的问题 再者说了 在王莲看来 一个小女孩对他构不成威胁 何况两人又同在一起住了这么久 王莲觉得这个小女孩不会骗自己 按照小女孩的安排 王莲跟小女孩 还有这个小女孩亲戚一并上了路 他们的目标是山东 按照小女孩的说法 山东农村里有非常多的银元 而且城色非常好 农民不使货 他们可以以非常低廉的价格 从农民手中将银元购到 然后再高价卖出 赚取其中的差价 当时 王莲没有做过多的考虑 出于信任 他没有提出任何的想法 可让王莲没想到的是 这一趟行程 却让他的人生就此改变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王莲做梦都没有想到 这个跟他一块住了好几天的女孩 其实根本就不想带着他赚钱 反而将他当成了赚钱的工具 他们根本就不是去山东倒卖银元 而是将王莲当成了商品 打算将他卖给别人 到了目的地 王莲没有看见 小女孩口中所谓的银元 只看见一个驼背的农民 给交给小女孩两千多块钱 他这才意识到其中有不对劲 明明说好了是来山东农村贩卖银元 可银元没见着也就算了 哪有卖东西的人给买东西的人钱的道理 王莲看出了这其中的问题 可想要脱身去也来不及了 这个驼背的男人将他关了起来 虽然王莲拼命抵抗 誓死不让这个男人靠近他 可胳膊哪里凝得过大腿 王莲一见女流 根本就不是这些粗鲁之人的对手 这个驼背的男人霸王硬上弓 强行跟王莲发生了关系 被拐卖之后 王莲也不是没有想过逃跑 可他被这个驼背的农民锁在了家里 根本就叫天 天不应 叫地 地不灵 他也试图向周围的村民呼救 希望村民可以将他救出苦海 可周围的村民 却根本就不搭理他的请求 用一种非常冷漠的态度对待他 驼背的农民要求王莲给他生孩子 王莲要是不从的话 他就会用武力威胁他 王莲感觉自己的人生都没有了希望 他觉得自己的一生 恐怕都将会在这里度过 与这个长相丑陋的男人共度一生 替他生下孩子 跟这个村子里其他苦命的女人一样 默默地接受这种命运 王莲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 他的失踪自然而然会引起他导师的注意 王莲是去郑州进行社会调查的 哪里有调查了这么久 还不回来的道理 学校方面联系不到他 立刻就通知了他的家长 确定王莲失踪之后 学校方面立刻报了警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王莲这样的高学历人员 在某种程度上 其实相当于国家财产 他毕业之后 必然会在其所在的行业内 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他的失踪非常受到警方的重视 经过一番探查 警方还真的就顺藤摸瓜找了上来 等到警方将王莲从这个农民手中救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在这个村子里待了整整七十一天 在这被囚禁七十一天的时间里 不论王莲如何哀求 驼背男人都没有给他任何好脸色 也丝毫没有想要放过他 更让王莲觉得绝望的是 周围的村民不仅不出手阻拦 而且还用各种方式阻拦王莲逃脱 这些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人口贩卖当中 可却也用自己的方式将王莲禁锢在村子里 不让村子买卖人口的事情传出去 警察将王莲从驼背男人手中救了出去 驼背男人也受到了法律的惩罚 王莲见到了自己的亲人 见到了自己的老师 他的内心既有痛苦又有高兴 还夹杂着一定的羞愧 根据后来的报道 在闲下来的时候 王莲总是会想起 他曾经遭受过的那些折磨 在他看来 如果这个世界上 有让人忘记痛苦的药的话 不论这药有什么副作用 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吃下去 他对当初发生的一切仍然心有欲计 对自己的经历感到非常的后怕 在王莲的故事当中 人贩子跟买下王莲的人都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可有一些人却逃过了法律的制裁 这些人就是阻拦王莲逃脱的村民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这些村民会阻拦王莲逃脱呢 这个村子里必然还有其他人口买卖的事情 这些村民之所以会阻拦王莲逃脱 一来是因为所有人都有相同的过错 二来也是为了人口买卖这件事情 可以延续下去 一旦这件事情被警方揪出来的话 这个村子里人口买来的事情是肯定干不下去的 这就是村民阻拦王莲逃脱的原因 他们犯有过错 可却逃脱了制裁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将为您分享更多 您喜欢的内容